今天凌晨一点多 新北市三重 龙门路跟正义北路交叉口 有一辆警车和一辆多元继承车 是一前一后在停等红灯 没有想到一面而来的一辆兵士车 不止蛇行而且速度还非常快 根本就来不及反应就被撞飞了 为在副驾驶座的远景受到剧烈的撞击 当场就失去了意识 送医抢救还是伤众不治 而这起车祸造成了一死四伤 肇事的驾驶一开始说自己是疲劳驾驶 但因为他有毒品的前科 后来初步坦诚开车之前是有吸食丧失烟弹 现在警方已经采集了尿液来送烟 冰市车猛烈撞击 把停等红灯的警车和后方的多元继承车 当场撞飞50公尺 撞击瞬间就像打保龄球一样 三辆车往不同的方向滑行 警车更整辆卡在旗楼底下 差点就碾过在路边休息的街友 案发现场像被轰炸过一样 三辆车的零件天女散花大范围四散 不只车头扭曲变形 车身的板筋也都歪七扭八 三辆车几乎面目全非 警车上的两名园警 当时正在执行巡逻勤务 发现有状况的时候 根本没有时间反应 来不及闪躲 十三号凌晨一点多 新北市三重龙门路 和正义北路交叉路口 警车和多元计程车 正在停等红灯 并视车一面而来 高速蛇行又逆向冲撞 造成计程车驾驶轻伤 并视车驾驶和乘客全身擦挫伤 巡逻车上的远警驾驶右脚骨折 副驾驶座的黄性远警 伤重不治 车祸造成一死四伤 21辆路边停放的车受损 嫌犯被上铐的时候 还有点恍神 25岁的黄姓赵氏驾驶 九册直林 他当时载着朋友 准备要去龙门路找人 自称精神不济疲劳驾驶 但警方掉于监视器画面 发现兵士车驾驶沿途 都是飙速行驶 不排除有毒驾的可能 虽然嫌犯目前初步坦承 开车之前有吸食僵尸淹 但警方保险起见 已经采集尿液送宴 目前依公共危险罪 和过失伤害罪送办 华视新闻 新闻新闻新闻